我现在在乌鲁木齐 这里是新疆最著名的景点 国际大巴扎 带大家到这里逛一逛 好久没来了 6月份的乌鲁木齐 现在新疆的旅游旺已经来临了 这旁边 有很多花车 销售的是新疆特产 大家看没有 在我对面拍的塔 这个是大巴扎里的一个景点 这个塔是观光塔 有80米高 它这个外墙 就是咱们少数民族的 维吾尔族这种特色 构造而成的 走近点给大家拍 你看这个观光塔 它这个塔身上 有一群浮雕 上面介绍的是新疆的少数民族 你看有唱歌的 有跳舞的 还有弹一些乐器 这个大巴扎里面 还有一个小广场 这个广场就俗称是欢乐的海洋 一般下午有很多游客在这里跳舞 旁边是一些商铺 英姬撒小刀 东城下草专卖店 主要是咱们新疆特色 咱们到一家专卖店来看一看 这旁边它卖的有手骨 可以给小朋友带一个非常漂亮 这是一些铜器 你看做的非常精美漂亮 当然它这里面还有一些特产 这个38亿公斤也不太贵 还有杏杆 哦那边是咱们这个和田的地毯呀 都非常漂亮 还有一些这个围巾吧 还有漂亮的小花帽 国际大巴扎是内地游客来新疆 必到的地方之一 它是乌鲁木齐的新石井之一呀 国际大巴扎是2003年六月建成 竣工投入使用的 巴扎是维吾尔族的意思 市场呀感激的地方 这个巴扎是世界第一大巴扎 这个造型好漂亮 维吾尔族小姐姐在合影啊 国际大巴扎 它这个占地有6万多平方米 建筑面积有10万平方啊 这是最近几年啊 重新改造升级的 现在这个大巴扎 打造的非常有民主特色 你看没有 这中间有个舞台 就是到晚上啊 有活动 就是些新疆特色歌舞啊 都有 有时间啊 我晚上再来再给大家拍一拍呀 这条街巨啊 你看两片都是这种民族特色花车啊 主要销售咱们这个新疆特色 这个小哥哥晃那个声音 把我吸引过来了 原来是成都 采尔啊 掏耳朵的 睡在这上面掏耳朵很舒服呀 羊毛的衣服啊 小朋友穿的 这是小地毯 摆在这个房子里特别好看呀 这个是沙毛毯子呀 哇摸着好舒服 还有好多漂亮的小挂劲啊 主打的是骆驼 小骆驼 大骆驼 再往前面走啊 我们就走出去了 这个我刚才逛的这个街区啊 主要是一期 主要是介绍这个民族特色呀 工艺品 对面啊 是二期 我带大家到二期看去 过马路啊 马路对面是二期 二期也是最近啊 刚改造升级的 旁边啊 是这个地铁站 二道桥站啊 你下了飞机啊 直接坐这个地铁 一号线 就可以到咱们这个国际大巴扎 非常方便 好我进来了 本来是想进来给大家拍一下 这个安检的这个程序 麻烦不麻烦 我发现现在比以前 简单多了 直接就进来了 也不用看什么 只需量一下体温呀 问一下你带了火机了没有 还有这个核酸检测报告啊 啥东西码都不用看 现在比以前啊 进来方便多 咱们这个国际大巴扎二期啊 主要营业的就是美食 和咱们这个新疆的玉石呀 坐在这个亭子里吃饭呀 品尝着新疆的美食啊 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啊 这边美食区啊 游客还是比较多的 哇 这个有特色 上面写的是原始烤蛋 这是应该是鹅蛋吧 好大的 在火上烤呀 我的天 上面有价格呀 鸵鸟蛋269一个 哇 这价格不便宜呀 鸵蛋便宜 这个也有特色 这是牛头肉呀 牛鞋 牛头肉 啊 牛鞋 这上面有价格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128一公斤啊 还有论份的 年年夏日来一杯卡娃士 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啊 新疆的美食非常多 烤全羊 不过这里面东西特别贵啊 这个做的非常卡娃伊啊 小小的细细的 你看这像馄饨呀 小馄饨特别小 他们在吃饭呢 这边啊 游客比较少 这边主要是经营的是一些 浴室啊 这边也有好多美食的 这个车子 晚上来啊 现在天太热 建议大家来这玩啊 就晚上过来玩 大热天跑着来 太受罪了 和田浴文化交流中心啊 现在那个经济不好 疫情还没有控制下去 玩浴的人也少了 那好吧 我这是夏天 现在那个经济不好 疫情还没有控制下去 玩浴的人也少了 那好吧 我这是夏天给大家逛的这个大巴扎 把1727一下给大家拍完了 我准备从这个大巴扎这个门啊 出来就是这个人民医院啊 从这里出去了 好吧 希望大家喜欢啊 也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啊 萌萌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 这里是乌鲁木齐的南湖市民广场啊 后面有一个楼兰姑娘的雕树 这里是正门啊 以前给大家拍南湖广场啊 都是走它的东门 今天我走正门给大家拍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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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个门啊 这个小路好安静 而且旁边的芦苇特别的茂盛 走在这里面真的非常安静 吃完饭 渐渐深走走路非常好 这里面的空气也非常的轻轻 刮风了好凉快 芦苇在风中飘液 过桥 下面都是水 南湖的水就是从这里面流过来的 它是从和平群引进来的 所以南湖的水是个活水 它是大概两三天更新一次 现在公园里建设的越来越漂亮 不仅有绿色的植物 还有这些花 这应该是月季花 我不知道 应该是月季花 一大片子 不知不觉 已经走到广场的东门了 我准备从这出去 这里是南湖广场 欢迎大家有时间 到这里来玩 适合锻炼 适合徒步 好吧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也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帮忙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 这个鱼一下这个颜色出就出来了啊 然后你看圆子菜也开始茁壮成长了 然后呢有人说过这个这啥 锈球花不适合它这生长 然后昨天确实有点粘吧 今天我看开的还不错 明天看吧 过两天如果说大太阳出来的情况下 它还是有点粘的话 咱们就重新移位置吧 然后这两天等东西到吧 东西到一百 咱们就手续一半 就开始营业了 这趟到时候再收拾出来 咱们得出门吃饭 南湖广场周围 明天吃的拌面不错 再吃点啥 那80%的菜已经种上了 然后慢慢长着去吧